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对 那咱们就不拿东西了 新雅在这看着 但是你千万不要乱走 知道吗 新雅点头 大家也觉得有道理 于是掀下背包放在一起 几个人急急忙忙的往山上跑去 山坡上果然没有陈寒阳的踪影 我皱了皱眉 四处看看 又望了望身旁那块大石头 心中忽然生起一个不祥的预感 王宇 那小子刚才两次上厕所都是在哪儿 我看着那石头问王宇 因为我隐隐觉得那家伙很可能把尿撒在石头下面了 那可是惹祸我上身呢 王宇挠挠头说 大哥 他在哪上厕所 我也不知道啊 没等他说完 我已经走了过去 在那石头周围看了一圈 奇怪 并没有什么变逆的痕迹 可是周围 并没有什么可疑的 除了这石头有些古怪之外 莫非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还是说他只是跑到远处玩去了 诶 这里有脚印 楚吉忽然大喊起来 我跑过去一看 楚吉拨开的地面的枯草下面果然有清晰的脚印 一直往前面的树林 延伸而去 你真喜心 我扎了他一句 走 咱们沿着脚印 去找 丁玲玲兴奋的说 这家伙 不是在和我们藏猫猫吧 等一会儿找到他 看我怎么收拾他 我们寻着脚印的方向 往前方走去 这里其实是一处类似断崖的地方 一侧是山坡 一侧则是树林 我们很快走出去几十米远 那脚印却渐渐的开始凌乱 又走了一会儿 竟然在中途戛然而断 任我们怎么寻找 都没有了踪迹 我站住了脚步 心中纳闷 回头一看 后面都是我们几个的脚印 很是清晰 因为这里满山都是黄土 尤其是现在野草枯了 脚印就更加明显 不可能走到这里 突然就不见了痕迹 这人难道就会上天了不成 丁玲玲忽然指着一个方向喊了起来 你们看 他在那儿 众人急忙抬头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 果然 就在前方不远处的树林里 隐约正是陈寒阳的身影 正背对着我们 缓缓地往前面走着 丁玲玲嘟着嘴 有些生气地说 这家伙 居然跑出去这么远 难怪找不到 他对着那边大喊了起来 陈寒阳 你快回来 你要干嘛去啊 喂 接连喊了两三次 陈寒阳好像根本听不见 丁玲玲气呼呼地往前就跑 我去抓他回来 我忙叫住了他 等等 我看不对劲 他的脚印明明到这里就断了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几十米之外的地方 楚琪响了讲 分析说 也许他一直在树林里走吧 咱们追的根本就不是他的脚印 王羽也说 是啊 别管那么多了 还是先过去看看再说 总这么疑神疑鬼的 也没有用啊 我对大家说 好吧 不过我有个建议 咱们待会儿不管走多远 就以刚才那个石头为标志物 还有下面这片风林 不管怎么样 千万不要迷路 楚琪表示同意 对对 你说的对 还有 咱们不要分散 本来地形就不熟 要是找到了一个 又丢了一个 那就没意义了 丁玲玲气道 哎呀 知道了知道了 你们真是啰嗦 快点吧 他要走远了 当下 我们便一起追了过去 远远看去 陈寒阳就在前方树林中 但任我们边跑边喊 就是无动于衷 甚至连头都没测过一下 脚步也没有停顿过片刻 我们跑进了树林里 叮铃铃铃大喊 陈寒阳 你站住 你再装听不见 我们就不理你了 陈寒阳没有反应 他走得很慢 我们的距离在渐渐地接近 五十米 四十米 三十米 二十米 午后的阳光透过稀疏凋零的枝鸭 在林间头下斑驳的树影 前方的陈寒阳低垂着头 任我们如何呼唤 只是毫无反应 缓慢而又迟滞地拖动着双腿 自顾往前挪动着 我的心渐渐沉了下去 他这副样子十有八九已经是中邪的征兆 换句话说 很可能是被山妹迷了神志 要拖到深山里去了 楚吉他们速度太慢 在这山间树林里走得磕磕绊绊 我心下焦急 对他们说 你们慢慢走 千万不要分散 我跑得快 先追上去看看 不等他们答话 我转身弯腰 撒腿就跑 想当年我和小伙伴们一口气 连翻两座大山 都不知道什么叫泪 这种小山头在我眼里 完全就和平地差不多 二十米的距离 差不多三秒左右 我就冲了过去 离着他还有不到十米远 我脱口大喊 陈寒阳 这一下子他似乎有了反应 脚步略停了下 好像有点想回头 我心中一喜 只要他能听见就好 左边的裤兜里 一张屈自觉 老老实实地待在那里 我伸手就去掏出来 同时加快脚步往前走去 心想着只要能追上他 趁他一回头 这一张符拍在他的头顶 保管驱散斜碎 不过刚走出去两步 我却不自禁地停着 望着他的背影 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头顶阳光斑驳 树影婆娑 可是陈寒阳竟然没有影子 我立刻意识到了不对 仔细再看 只见陈寒阳的身体有些飘飘荡荡 而且离得越近 看得越加真切 他根本就不是用双脚在走路 而是缓慢地飘动 一个念头闪过脑海 生魂离体 人死 魂魄离体为鬼魂 也叫做死魂 而活人魂魄离体就叫生魂 生魂带有阳气 不怕阳光 不畏活人 所以才能在这大白天的时候 在阳光下的树林里行走 而且连楚吉和丁灵灵他们 都能看见 对了 这就是生魂离体 这根本就不是陈寒阳的身体 而是他的生魂 我有点傻眼了 这种情况我从来就没有遇见过 他好端端的 怎么会生魂离体 不过此时 没空让我多想 当务之急 是赶紧救他 但是这个屈自觉 肯定是不能用的 一巴掌 要是拍他个魂飞魄散 我的罪过可就大了 这要用什么方法呢 我记起了小时候 村子里有小孩丢魂的事 通常见过的方法 有燃香招魂 浮水招魂 以雾招魂 最简单的就是 大人天黑的时候 顶着星星到外面去呼唤小孩的名字 但是这些招魂法的前提 得是守着人的躯体 因为人的躯体是容器 没有容器 魂魄就无所一 所以守着躯体招魂 才是最常见最通用的方法 可眼下这情况 陈寒阳的躯体已经失踪了 现在只有生魂 在野外游荡 这个魂真怎么着呢 其实关于这个 已经不叫招魂了 应该叫做收魂 禁忌笔记上倒也有过记载 但都是需要某种法器 收起魂魄 从人躯体的百慧穴灌入 再施以震魂浮水 这人就算是救了 但我现在可以说是 赤手空拳 拿什么收魂呢 我总不能把陈寒阳的魂魄抓住 揣兜里吧 这些念头 在我脑海中电闪而过 实际上也就过去了两秒钟 还没等我想出主意 我的胸前 竟然亮起了朦朦的红光来 血玉斑直 我一下子把这宝贝想了起来 这许多日子来 他始终是被当做项链坠子挂在胸前 我几乎都快把他忘记了 上一次他发出红光 还是在高中 我遇到夜魔之死的时候 而在女寝楼顶遇到鬼的时候 这血玉斑直也没有反应 可此时此刻 这血玉斑直突然再次发出红光 又说明了什么呢 这一次恐怕又是一个来头大的 我心头凌然 目光四处乱瞥 却不见什么异常 于是一把扯开衣扣 把那个血玉斑直拿下 戴在手上 老实讲 这斑直的具体用处 到现在我还不清楚 但爷爷说 遇到危险必须戴上 那就必然是很重要的 我来不及多想 戴上血玉斑直 顺手摸出镇字绝 现在也只能用这个 我在赶在别人没过来之前 尽快把这事给解决掉 我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 我们之前的距离并没有多远 他们怎么还没走过来 吓一声的回头一看 我顿时又吓了一跳 只见身后不知何时 起了一层白茫茫的雾 整个树林在雾气中若眼若现 哪里还能看到 楚奇等人的影子 不好 多半是中了圈头 我心中一沉 再看陈寒阳的背影 却越看越见得古怪 当下再不犹豫 几步跳上前去 抓着那张镇字符 一巴掌 往陈寒阳的头顶拍落 管不了那么多了 先看看这家伙 到底是什么东西变的 陈寒阳 似乎是毫无反应 我心中一喜 这镇字符拍在他的顶门 不管他是陈寒阳的生魂 还是别的什么妖邪变化 必然要服服帖帖的 然后就在我手掌 堪堪拍上的时候 他却猛然停住了脚步 豁然回头 但身子却一动未动 整个脑袋旋转了360度 嘴角带着邪笑 死死的盯着我 我发誓 我从未见过这么诡异的表情 他脸上笼罩着一层黑气 眼眶里一片白色 嘴角上窍 带着一丝邪笑 这一刻 我甚至能看到 他头顶和周身 都散发着丝丝的黑气 整个给人的感觉 就像是一个邪魔 不知为何 当我看到这张 诡异到极点的脸孔之后 浑身瞪时就没了力气 胳膊软软的垂了下来 手一松 那张镇子觉 缓缓的飘落在地 卧槽 这什么情况啊 只看了我一眼 我就尾了 我退后两步 想抬手去抓我 另一个裤袋里的屈子觉 却以力不从心 两条手臂好像有千斤重 连抬都抬不起来 陈寒阳身子 仍然不动 保持着头颅向后的姿势 居然向我缓缓的走了过来 嘴里发出咯咯的怪笑 一步步逼近 这才奶奶的 还是陈寒阳的生魂吧 怎么比我见过的恶鬼还凶呢 我双臂无力 双脚倒是没事 不由得连连后退 心里就是在拼命的想 这究竟是个什么玩意了 背了个催的 哪怕你让我双腿不能动的都不要紧 这双手不能不动啊 我连符咒都写不了 还玩什么呀 真是后悔啊 早知道有这么一出 我好歹也练练拿脚写字啊 这陈寒阳却不管我心里想什么 忽然加快了速度 只见身形一闪 眨眼间就站在我面前 跟我来了个脸贴脸 一双死鱼般的眼睛出现在我面前 我心中一动 就见他竟缓缓地对我咧开了嘴 露出了两排细密的尖牙 那架势就像要吻我似的 我受不了了 大吼一声一脑子就撞了上去 只觉得软绵绵的 陈寒阳就是被我撞得不断后退 怪叫连连 我晃了晃头 再定睛一看 这陈寒阳的脑袋 已经被我撞得凹陷进去了 鼻子塌了嘴瘪了 一只眼睛都被挤出来 挂在眼眶外 让人一看就触目惊心 让你吓唬老子 我嘴上叫着 却是越加心惊 这究竟是鬼还是怪啊 陈寒阳似乎是恼怒了 口中怪叫 伸手把自己头扳正 就像这揉橡皮泥似的 在脸上一阵薄疼 随后放手再看 立马恢复原样了 这莫非就是 还我票票权的真谛吗 陈寒阳豁然转过身子 恢复了正常姿势 大约是知道下祸无效 干脆张牙舞爪的扑了过来 这个陈寒阳 一直就跟我和欣雅闹面 我早看他不顺眼了 没想到现在变成这副模样 继续跟我作对 我顿时心里 气儿就不打一处来 怎奈双臂无力 什么手段都用不出来 只得凭着还算灵活的身手 东躲西臂 闪开他一次次的扑击 也不知道这个陈寒阳究竟在干什么 整个身子攻成一团 就像个大猴子一样 呲牙咧嘴的 不住的往我身上扑 抓 咬 动作迅疾 牙尖爪利 好几次都差点被他抓住 我不由得大为纳闷 如果说这个真的是陈寒阳的生魂 怎么会用这种物理式的攻击呢 通常来讲 生魂根本就是没有经过修炼的 就算是被斜碎附体 也不可能拥有这么灵力敏捷的攻击方式 这分明就是一只发狂的猴子吗 这一分心我脚下就乱了 眼看他再次冲了上来 慌忙往旁边闪去 却脚步错乱 一下子半倒 咕咚摔倒在地上 虽然因此躲过了他的这次攻击 但我双手无力 还没等挣扎起身 他就已经再次扑了上来 这一次我却避无可避了 我心中一沉 正要来个懒驴打滚躲过去 却忽然觉得 右手拇指钻心般的疼痛 急忙扭头一看 原来是刚才摔倒了 手掌磕碰在一块石头上 可是手掌磕碰 大拇指疼个什么劲啊 陈寒阳已经扑了上来 张开大嘴 几乎已经裂到耳根了 妄知甚人无比 我顾不得多想 翻身倒地 一个懒驴打滚 咕噜噜 翻出老远 堪堪躲避了这要命的一击 陈寒阳凌空扑下 没有扑倒我 恼怒异常 一口咬住旁边的一块石头 猴中怪叫 嘴里咯吱咯吱 一阵猛烈的咀嚼 竟然把那块石头嚼了个稀烂 从他嘴里不断地掉落 我看得一阵心计 这一家伙太变态了 我现在几乎可以肯定 这绝对不是陈寒阳的生魂 没有哪个生魂 会这么生猛的 幸亏此时已经是秋天 没有过高的薅草 万幸 也没有石头和树木阻拦 我刚才一下子滚出老远 才没被他一口咬中 算是躲过了这一劫 否则的话 怕是现在我的脑袋 就要被他咬掉半个了 他在那里咯吱咯吱地搅石头 我赶忙抽空看了看手指 因为这一会儿 手指仍然是钻心的疼 就好像是被针深深的刺入一般 但我这一低头却顿时愣了 就见我拇指上面 沿着血玉斑指 竟缓缓地流下了一丝血痕 与此同时那血玉斑指 也再次发出红光 这血却是从何处而来 我惊讶地望着血玉斑指的变化 和那一抹血痕 心中却猛的一阵刺痛 就好像手指上的疼痛 忽然转移到了心口 随即 血玉斑指红光大作 手指上的血痕 就好像被红光吸收了一样 眼看着就融入了血玉斑指之中 竟然消失不见了 那一瞬间 我忽然有种天旋地转的感觉 眼前阵阵发黑 但一股无名的力量 却好像从心底而生 刹那间就不变全身 那是一股热力 我清晰地感应到了 它在我的血液中流淌涌动 奔流不息 我的两个手臂 一下子就恢复了原状 指觉浑身上下都在热血沸腾 不 是血在燃烧 我顿时浑身燥热无比 头中昏昏沉沉 勉强睁开眼 却发现 看到的物体都已经被染成了 血一样的红色 没错 是血 满眼的血 红色的血 燃烧的血 那个陈寒阳此时 在我的眼中已经模糊起来 我再也忍受不住这热血的燃烧 一跤跌坐在地 双手抱头大吼 在地上翻翻滚滚 想要宣泄出这一股 无边的烦躁和热力 直觉中仿佛过了很久很久 我身上 急于沸腾的血液 才渐渐的平复下来 缓缓睁开眼睛 发现眼中的一切已经恢复了正常 不再是满眼的血色 而那个陈寒阳 却站在不远处 直勾勾地看着我 好像傻了一样 不知道他是否被我刚才的举动吓坏了 竟好像忘了继续扑击 我单手撑地站了起来 再次低头看向那血液斑止 却发现上面竟流淌着一丝血液 如同红色的琉璃宝石一般 缓缓流转 我不由愣住了 难道这是我的血液 记忆中仿佛多了些说不清的东西 我呆呆地看着这诡异的血液斑止 忽然间明白了 这是韩家的禁物 原是要用血去催动的 就像爷爷那感汗烟淡 现在想来 那应该也是禁物的一种 我还清晰地记得 当年爷爷用那烟袋中的烟气 来施展禁法 一举击破了马九的邪术 现在想来 这才是禁法的真正奥义 而我这个血液斑止 想必就是要以血为淫 以血为祭 才能发挥出禁法的最大威力 我缓缓地抬起了头 看着前方不知 究竟为何物的陈寒阳 深深呼吸 扣指一弹 一滴鲜血飞出 您在我的面前 对了 就是这样 我幽地伸出手指 触在那一滴鲜血之上 随即手指飞快地滑动 那滴鲜血便随着我的指尖 滑出一道道血痕 宛如血之精灵一般 只在眨眼间 一个鲜血写出来的蛆字就出现在我眼前 凝厉半空 就好像当年爷爷以烟气写出的古体字 一般无二 无需再去多思索什么 我单手挥动 喝了声去 就见那血字 闪出红光 随之飞出 却比爷爷当年的一道烟气看起来 要凌厉诡异的许多 那个陈寒阳呆立原地 似乎想要躲避 但这血字去世甚急 只在半空中掠过一道血红的浮光 它根本没来得及闪开 只怪叫一声 下一刻 那血红色的曲子绝 便积在了他的胸膛之上 陈寒阳怪叫一声 整个身躯顿时被这一下击飞 但我的眼间 就在他身体飞出的刹那间 我分明看到一道影子 从他的身后飞了出来 随即远远地摔了出去